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半棋是由 红方是由广西的邓桂林对阵黑方的山西的韩强 邓桂林应该说也是一位老棋手了 他这些年也代表广西参加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并且在关键时候有的时候还发挥比较好 是吧 但是对于亲密朋友们来说 可能邓桂林和韩强两个人并不是特别熟悉 应该他们还是比较年轻 对对 应该说就是特别重大的比赛当中 以前是出现的比较少 像这个约翰王子卑是相继协会今年刚推出的一个 就是面对广大业余高手的比赛 所以他们也有亮相的机会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里面 应该也会看到不少新的面孔 对 双方以仙人之路对足开局 对 这样的仙人之路 虹虹是有意把那个炮摆到了四角 就是炮八平六 这个应该说也是邓桂林自己感觉对这个阵型比较喜欢吧 看来这个棋手也是偏稳的一个棋手是吗 对啊 我不太了解 但是看上这个风格 应该是 不是 看上去不是特别好战的 对啊 因为我们很多亲密朋友们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 把炮摆到四角 这个棋就好像稳一点 对 是个形状棋 但是呢 对于业余来手 对于业余棋手来说呢 这个很难看到最后的结果 也许一会就杀起来了 对 对 好 我们继续 嗯 红方跳马 好 转成中炮了 嗯 这个都是比较正常的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假如这时候走马七进八的话 红方有可能会马七进六 这样的黑方的中路会比较薄弱 红方站上河口了是吧 黑方封居就失去战破口的位置了 嗯 这样红方是不是正常出居了 正常出居 嗯 黑七 帕拉平气购 嗯 红七 红七 G八进三 这部棋就是比较巧了 以前更多的出现的可能是G八进六 哦 这样 对 这个G八进三也选得比较稳 是吧 嗯 G八进三其实它未来哦 还是过缓 我们就看棋局的进程就会发现 它还是为兵五进一之后 马三进五留了 呃 留了一条马路 是这样 哦 这样 这这盘棋是在整个比赛的 应该是中 第七轮 这盘棋是第七轮 嗯 嗯 当时呢我们两个棋手都是领先的 是吧 对 然后相遇 嗯 所以这盘棋也是一个 呃 比较有悬念的一个 对对对 冠军的争夺的一个悬 是 是 一盘棋 嗯 棋九进一 是四进五 棋九平四 拼五进一 嗯 这样双方走得堂堂正正啊 嗯 嗯 层堂正正 G四进三 黑方G四进三 长起来 红王这一步棋走的是 G二进六 嗯 呃 在以前 更多的比赛当中出现的是 马三进五 哦 直接跳马 准备冲中兵啊 呃 准备冲中兵 嗯 对 呃 黑方最早的出现的是 马六进五 交换掉 哦 交换掉 G八平五 嗯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红王有可能 G二进七桌炮 并且 中 桌五进 往前冲是吧 是 那黑方是不是也有可能 比如说炮 炮一赶快把G两成的补个室 什么的 嗯 对 黑方 这样谁好一点呢 呃 感觉上红方是稍好 但黑方也是可以看很 对 黑方子的位置也挺正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以前这个棋局 马三进五 有人下过 而黑方还敢这么来 肯定他也是有一定的心得 有准备是吧 嗯 所以在这时候呢 可能 邓桂林估计到 这个 韩强会有准备 所以他走了G二进六 比较新颖的攻防 哦 这邓桂林好像我在联赛里面也听过 他有下 下广西队的 是吧 出征是吧 所以好像我印象中 他应该比韩强 在我脑海里的出现频率要高一点 名气要大一点 是是是 邓桂林呢 以前还是桂林三剑客之一 哦 还是小有名气 嗯 当时桂林三剑客 但是好像 这个比赛下完之后 这个邓桂林相对比较可惜 两个人在经过14轮的争夺之后 对 双双的进入前两名 是 然后赛制要求规定 一二名重新再争夺冠军 是吧 这个赛制也挺有意思 挺有悬念 然后他们俩在最后的决战中 挺可惜的 是挺可惜 对 这一盘棋呢 应该说就是是第七轮 对于大家是 能否闯进决赛是非常关键 对对对对 闯进决赛了嘛 就是保二争一的那种 对对对 邓桂林呢 应该说也是一位非常好战的棋手 他就是棋风非常偏进攻性 你有跟他下过棋吗 我跟他下过棋 你跟他下过棋 比赛联赛里面 对联赛里面 团体赛也都跟他下过 对 他进攻力还是比较足的 是吧 那我们来看看他 实在啊 黑方选择的十四进五 嗯 我们帮拔巨大平四 够了 这个时候黑方走了 炮二进一 炮二进一 他要藏着竹三进一 要藏着竹三进一的 这个就是有点含蓄 但是在这个棋的 这个局面下 他这个含蓄可能是 出了点问题 是吗 对啊 走得有点花了是吗 走得有点花了 还不如直接走竹三进一 应该走竹三进一 对足是吧 直接走竹三进一 那红方就对调吧 红方就对调吧 红方就对调 红方对调 黑方就满意了 对调我 黑方是比较满意的 马往两边踢呢 为什么说不行呢 你走竹三进一 红方跳马呢 竹三进一 红方跳马 跳马的话 先把马踩了 马踩了的话 你再拱了 应该说黑方 也是满意的这个阵型 可能黑方 应该说在这个局面下 过于比较贪吧 还想保留一下变化 再走竹三进一 想把战线拉得更漫长一点 对对 但是这个红方就没有 给黑方在竹三进一的机会了 他一个比较巧的手的 兵武进一 对我也觉得是 这炮二进一来得及 来不及 好像看上去 有悬念 就不让他在竹三进一的 这个进攻思路 就是能够得以实现了 对啊 那黑方是 黑方局四兵五 只有接手了 红方马踩进六 这是个先手 先手 你这样竹三进一的话 我就局四推一吃马了 对啊 就是啊 所以黑方只能是 红方 局四退三 这样等于黑方的计划失败了 就算竹三进一没走到 炮二进一就有点废了 是吧 对啊 有点废了 那我们来看 红方有没有办法 来对付黑方这个疑问手 对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红方 如果能够走局八平四 更有针对性 因为局八平四的话 接下来我马六进七 然后像有问题了 一一约约的是吧 对 对像有问题 然后卡项眼什么的 两个局的勒道 嗯 对对 那他是不是怕这边底线 会有问题 会吗 底线应该说 来不及吧 我估计他当时估计的 也就是怕底线有问题 是吧 我觉得 扔下来 扔下来应该是不怕 但是感觉让红得快 嗯 你还得再私炮 再铸二进九啊 是我可能马六进七一登 铸 你就得理 然后铸四进二了 对 对 现实中走的 G四退三呢 当然也还是可以 他又避开了 黑方足三进一的先手 也是稳定推进的 一个办法 这时候黑方走 G五进一 黑方也走得很强硬 逼着了红方表态 嗯 但是我觉得黑方越现越深了 嗯 黑方确实越现越深 因为这个红的马六进七 好像是势在必行了 你再吃它 对对对 是吧 是 这像怎么解决啊 这个地方 呃 实战黑方是走的G五平三 嗯 可能 呃 稳健点还是应该走 逐七进一 逐七进一 啊 然后呢 至少就是说 不把G离开中路吧 让他没有 描着像的机会是吧 对对 G离开中路的话 呃 我们就看 现实中啊 就是 实战 实战当中啊 这个 红方就有 炮五进五打相的机会 哎 这个一子破双相啊 在我们像棋的里面 经常会有这么一个凶狠的入局的手段 对 呃 气炮换双相 骑士必英雄啊 对 是有这么一个棋眼的 但是有的时候换相 我觉得这个业余棋手应该看到 是马换还是炮换啊 这个有时候挺纠结的 是要求最后马留在那厉害 还是炮留在那厉害 这个我想应该是看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分析啊 对 对于这个棋来说 我觉得马好像留在那更厉害一点 对对 马留在这要更厉害 这样它只有飞吗 这个飞 然后马登了 这样的话 就是马两边都有僵 肯定是威胁更大一些 现在就实战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走的是马 实战能够选的马是吧 那肯定它觉得炮也挺厉害的 我们来看看 炮打过去 炮五进五 这样黑的只有落势了 红德接下来有什么手段 红德实战当中走的是 像七进九 走得还挺稳 他怕他炮耳瓶三闪七是吧 对对对 他炮耳瓶三 其实这个时候啊 如果走得更好 应该是走摔五平四 摔五平四 直接 直接就进攻了 这个时候呢 黑方顽强的下法 应该下居三退一 在这个时候 黑方的阵型 还是比较稳固的 虽然是双向没了 但是阵型稳固 不足以被击破 这样红德没有炮耳瓶五 什么手段 他当然走的是马三进四 这样红德就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走得好是吧 这一步是很巧的下法 对马三进五走得好 我在打吉普的时候 我觉得他交换得很妙 应该说这一步就顺时 把这个局势就定型了 打开了 对打开了 这样如果你踩了 那就炮五推四打回来 然后把你马削了 这样一打 这样一打 这样交换完了红德多像 对对 直接就上市了 是 黑方就走了 鞠三平二 对 鞠三平二 在这个时候呢 红方就走了一步 就是一锤定音的好奇了 炮六平五 炮六平五 黑方本以为红方吃了以后 然后马四进二踩过来 还能下是吧 对啊 如果按吃了的话 黑方马四进二肯定是能下 毕竟多个大子嘛 对啊 就是红方还且折腾呢 对对 这炮六平五走得也好 非常好 应该就是马三进五的后续手段 对 他只能降五进一 降五进一 这样 黑方如果降五进一吃炮的话 红方就马五进六 先手 把整都吃了 对 这样他只有出降了 马五进六 这肯定都是在红旗当时的计算之内了 对 红方走得还是 一口气都不给黑方喘气的机会 是吧 一气呵成 对 黑的吃炮 这个时候 红方当然也可以走马六腿八 马六腿八他就吃了 吃了的话 就炮四平六也是僵死 这样的 红方走得更紧 红方走得更紧臭 炮四平六 这样红旗是杀 这样红旗是杀 假如说你炮二进一对炮的话 他有可能马六腿七 正好也是绝杀 对 所以黑王只能是这样四进一 这样红的把黑的都吃光了 这样马八进六将死了 如果你下降 他就马六腿七 下降马六腿七 吃居了 对 出来就照死了 就六平四照死了 这盘棋应该说还是非常精彩 尤其中局阶段 尤其刚才马三进五开始之后 炮六平五这几个连续的进攻手段 是把我们邓桂林的攻杀的特点 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 走得又很巧 又很紧凑 这盘 迎棋之后 他也为自己获得了比较有力的位置 来 就抢得先手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第二盘的 接下来给您带来另一盘精彩对局 对阵的双方是姚洪心对阵曹炎磊 对 下面我们就讲七局 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很有意思 在姚洪心的布局当中 应该说十盘有九盘先手 都是走马八进七的 是吧 那怎么此番辩证了 是啊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有点意想不到的事 可能是当年就是杨洪心跟曹炎磊 曾经在一个队里带过 就是两个人 队友 曾经带过队友 都是河南队的队友 所以对双方都很了解 现在曹炎磊 现在曹炎磊是代表澳门 加上澳门了 对 这些年呢就是澳门也对向企业特别重视 所以把曹炎磊引进到澳门 现在曹炎磊也为澳门带来了 很好的战绩 是 向前进五 兵机进一 马二进一 顺向 我们在电视讲旗里面很少能讲到顺向 对 顺向的布局应该说也是很少的 通常感觉就是还是红方你飞了一步 我黑方也飞一步向 感觉总是一样的旗 我少走一步 亏一点 所以骑手选择的会比较少 对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江大师给我们讲讲这个顺向里面有什么绝妙的地方 这个鞠怎么出啊 马怎么跳 对啊 其实四向旗呢 就是看起来比较平稳 但是因为向旗也是比较严谨嘛 所以说在一些细微之处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是吧 所以就是业余骑手总不知道这个旗行啊 怎么布置为最佳 怎么更合理 让它发挥的效率更高一点 是 我们在电视讲题中一般也以中炮为主 因为比较精彩嘛 对对对 对 所以很难得有机会来看到顺向啊 是 来 接下来黑旗 居易进一 这个形状应该是飞向局里面比较常见的对吧 对 编马然后横居 横居 让居快速出来嘛 对 然后红马马 黑旗旗居易挺兵 红的 哦 冰久近一了 在这种旗行下 冰久近一就是下的是比较少的 我也有疑问 通常更多的还是居酒近一 居酒平四 对吧 然后居四 我印象当中是这个飞向局都是一人掌两个居 对对 然后去雷上抢雷道是吧 然后双方在那互相的抵制着 谁也不吃谁 对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 它先出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居毕竟是我们的最强子嘛 尽量量到最有力的位置 对 因为这个摄像机好像出直居相对不太容易 出直居不太容易 因为双方的炮都没动啊 对 而且它还经常是有外口马封居啊 之类的手段 对对对 是 但是此番这个冰久近一 我觉得感觉上有点偏 是啊 可能是就是摇红星嘛 我刚才说了 他可能走马八进七啊 七马就更多 而飞向的棋局的话 他是走的比较少 另外呢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业余棋手 所以他非常求战 我觉得杨红星特有个性 对 属于特有个性那种棋手 他下棋也是不按常规出牌 是吧 不具欲格行 对对 我们接下来看 并九近一 黑棋怎么应对的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跳 那红棋自然会并九近一队 既然拱过了肯定被拱过去了 是吧 这样杀过去 就是这个编剧杀出去的效率有多高 对啊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最疑问的地方 编剧杀出来 肯定是黑方马已经被他活了一下 是吧 对啊 就是你主动送兵 然后把他编把放火 对对 是 黑棋 黑棋走了是G1平4 那蒋大师我来问 这个G1平4好还是G1平6好呢 应该说G1平6更好一点 G1平6的话 就我觉得这种是不是有对居的可能性 对啊 这样的话 红棋泡 花瓶酒 黑方有可能 确实像你所说的 可能会对居 对对居 虽然我就想嘛 就是看你态度 你肯定是不可能吃的 对吧 是 你吃了我马跳出来太舒服了 但是你要是进或者退呢 虽然我的G1挡着马口 但是你那个G1也有点小别扭吧 对啊 进一步 那从后面的实战 我们看也会发现 这样的话 黑方就便宜了一步 他G1在这里的时候 他没有对黑方用炮 换马再换像 就是G1总是顿了一步 对对对 将来这个黑的马想跳 这G1还能往里进 对对 还有这种可能性是吧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G1平4和G1 G1平6 反正我当时比G1 更好一点 是吧 对对 是 看来刘大师的气感 也是非常好 我是觉得嘛 他是想 他可能是想躲开马口 对 人家可能也有人家的道理 是 是吧 我们来接着看 实战走的是 泡泡瓶9 泡瓶9 黑方 泡瓶3 泡瓶3是事在必行了 那倒也不一定 可以做16进5啊 或者 那他 他打了 然后就吃了 然后泡进4这样 哦 保留进泡的可能 那哪个好一点呢 这个应该说 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要我 我可能会选择泡瓶3 泡瓶3 更有针对性 对对对对 泡瓶4觉得有点 我还觉得有点空 而且你想都单向了 你那个再发出来 我觉得有点虚 有点薄弱 对 没有那个泡护着 有点虚 实战 红方走的是 16进5 14进5 黑的 足三进一 那红呢 是不是只有交换了 肯定得交换了 不交换了 马一进三一跳 对 黑方肯定是 这也是红旗设计好的 嗯 飞了 黑的 马七进六 嗯 对 这是必须要跳的 红旗居屏四出 居屏四 嗯 黑的马六进七 这都是关子 对 这些呢 走的还挺流畅的 嗯 这样红的 走的居居居居居居 先把居居 离开险地是吧 是 然后杀中兵是先手 嗯 这样黑的足三进一 黑方足三进一 也是 关子了 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哦 居四进七 点 居四进七 这块双方走的 一本一眼啊 嗯 这些应该说 也都是必然的招法 对 必然的招法 嗯 红的香气进九 那我们从这儿吧 整体经过这么多 回合的一个交换 省校局 蒋大师您给我们省校局 啊 应该说到此为止呢 很显然 这个红 黑方应该说 大子也是非常快 剩下的是炮 是吧 更多一个炮 因为红方多剩一个马嘛 是吧 马是短腿 炮是长腿 是快 另外他也多个过河足 就是这个象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象的 有没有那么严重呢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就是非常 容易就接触到 黑方一个薄弱的象 对啊 就是下招 居酒瓶五拦不住了 嗯 所以应该从整体局面来说 还是红方更划算一些 对 我要是我 那那就证明 他当时的那个 冰酒精英这套成功了 那不一定 哦 还有居瓶六 对 居瓶六啊 这样的 对 就是黑方的硬法 可能还是 不是最佳的 不是最佳的 硬法 是 嗯 好 接下来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 泡八平六 泡八平六 他就肯定想去 就居瓶八亮居了 肯定想去 这是必须要走的 吃了 总体来说 两个人哦 这盘旗下的 也是一点都不示弱 都是把自己 对对方最狠的造反 都吓出来了 对 走的还都是挺紧凑的 嗯 对 黑的初居 黑的初居 黄方 居瓶一键 先六进五 居四片 哎 居四片 看上 对 唱三名四 嗯 吃着泡呢 嗯 黑方走的也是非常狠 哦 不过我觉得这盘旗 双方杀的挺激烈的 嗯 这是 嗯 整个比赛的 第十五轮 也就是最后一轮 第五六名的争夺 对对 其实名次倒不关键了 嗯 只是两个人就是在那 谁也不服谁那劲 对对对 让我们能欣赏到 这么精彩的对局 啊 是 下的是相当精彩 此时如果有一点示弱的话 可能会走 居四退六 对居啊 这样对居的话 那他就接受了吧 对居 红方肯定要接受 接受之后的话 双方都稳一点 就踩了 就说 对 他踩了 他居在长起来 嗯 这样的话 那还是红的稍好 红的稍好 哦 对对 但实际来看就是 双方就是没有退路了 谁也不服谁 就一点退路都没有 我觉得这俩人 有点那意思 对对对 平时就挺有个性 是是是 这个也是我们 奇米朋友们的 这个福分啊 对 两个人下的这么激烈 有的时候 那个业余 业余其手的期望 对 有的时候更精彩 更精彩 对 马九近期 这样的话 黑方就贯彻自己的思路 石破天惊的 炮四近期 炮四近期 打势 比较挑衅了 嗯 打势 假如说 你按常理吃掉的话 黑方就有可能 马七近九 往里钻 对啊 往里钻 你必须躲鞠 躲鞠就炮吃了 对 这样黑的就满意了 要入举漏 是是 红方走了 聚二近一 嗯 黑方也是 逼得狠狠 聚八近六 整个这双方 这个棋子满天飞了 嗯 满天飞了 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 炮六瓶八的机会 就是啊 对 它肯定是先压进来 这样黑棋 它第一个想干的事 就是将来撕炮 对对 对吧 黑棋就是撕炮 哎 然后将来怎么把这个 左边的鞠再用上 或者那个六瓶炮再用上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就是如你所说的 既然 它最厉害的手段是撕炮 其实这个手 红方可以考虑走向九退七 关上它 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关上它 这样的话 黑炮也就没有移动的位置了 是吧 那它怎么办啊 有后续吗还 嗯 应该说 向九退七之后 黑方没有明显的手段 肯定是 红方就是 比较好控制局面 红方 红方好控制一会儿 这批活马怎么整啊 七路马一跳上去 不是红旗就满意了 是这意思吗 实战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 两位骑手都是进攻勇猛嘛 所以就杀得兴起 他就先跳嘛 这个 不想放手这事 对对对 耗掉剑 对对 这个时候 他逼着他表态 对 这个时候呢 红方可以再冷静一些 还是走向九退七 那他可能没看到吧 不是没看到 这个可能是 齐峰的性格吧 就是齐峰决定 他觉得他能杀下来 有可能 对他有可能 因为他平时呢 就经常参加业余比赛 像杨红星也非常勤劳 对 业余比赛参加非常多 成绩也非常好 对 好像近两年 这个业余比赛 也是频率非常高啊 所以呢 他就想快速的就杀进去 听明白了 所以在这时候 他就没有想着防守一事 对 对于这个稍微有点水平 的向九退七 并不难看 吃掉 他觉得这是先手 吃掉先手 这时候 黑方就抛四平一了 这个就是很巧的手段 鞠是不能吃的 否则的话 抛六一平二 绝杀了吧 对对 抛六平二就绝杀 这个时候呢 就是 在这个时候 又是到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时候 实战中 虹方走的是 鞠五推二 对 表面上看这个 鞠五推二 应该是 必须要走的 对对对 唯一的拦着 他炮六平二的一个关子 是 但是实际上 这里面还藏着心 其实这时候 更好的下法 应该是走 鞠五平三 鞠五平三的话 黑方的炮 照样离不开 假如说炮六平二 我鞠三进二 打僵 马三进五 这应该是绝杀 对 就是一个高调马 类似于高调马的杀法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 黑方如果在 入实战 走鞠八推三 我有可能炮二进二 这样就投入战斗 因为鞠这边能僵着 是吧 对炮二进二 就不好弄了 而实战中 走了这个的话 黑方就鞠八退三 鞠就非常快的 就移过来了 实战中 红方是走的 项目进三 黑方鞠八平二 红方鞠五平四 这样黑的金降 降六平五 降好像黑的厉害了 出了降 对这个时候 可能也是 红方计算的 失误的地方 他以为 自己速度能够快一点 这样他能以为 自己速度够快吗 这个黑的明显快 打这个局的话 如果这个局 这个局的话 黑方 红方可能还 速度还是挺快 他怕我没带僵 是吧 没带僵 对 但实战中 所以啊 其实朋友看 这种旗虽然看上去 很凶啊 两条区 但是使哪个僵 很关键 有可能一招之差呢 这个整个的旗 就完全的变了 对对 所以经过黑方 黑方是居四平一 讨历之后 性降 居四平七 这样保留炮一退一 是个先手 对 接下来就是 他接下来 有炮一退一 又抽居的机会 对 这样红旗不好防了 红旗确实不好防了 也杀不过了 对对对 红旗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 比如说炮进去 在中间灌僵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速度 显然很慢 显然很慢 他一将抽僵就 马上就是 对对 居要丢了 炮平一 什么的全都来不及了 对对 整盘棋呢 应该说 红旗输的是挺可惜 这盘棋啊 我们刚才看 他有好几个机会 都是胜定的机会 没有抓住 应该说 最可惜的 还是那个 居五平三 居五平三 是吧 对对对 不过居五平三 我觉得他们这个实现 40分钟加10秒的 这个实现 应该 我估计走到这个时候 已经双方时间 都会非常紧张 对 所以居五平三 也挺考验人的 应该是第一杆 是居五推二 对 第一杆 让大家都是居五推二 对对对 居五平三 还是要建立在 这个棋手对杀杆 很敏感的一个基础上 对对 是 这半棋呢 是非常精彩 应该说 双方也都把自己 就是进攻的风格 都发挥出来了 是吧 为我们奉献了 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对攻大战 只是 黑帮在最后 就是更加幸运地 获得了胜利 是吧 当然 这段盘胜利 应该说 也让曹燕磊对自己 也更加积累了信心 是吧 好像在前不久 举行的一些 全国公开赛上 曹燕磊还战胜了 王天一获得了冠军 是吧 所以说这个 那看来这个 对 陆连好汉也 很厉害 非常厉害 也不容小事 是 这个呢 约翰王子碑 是今年的首战 对 在元旦的1月1号 到1月4号 来下的这个比赛 我们呢 也有幸看到了 业余洗手的 很多新面孔 对 也希望呢 这个开头呢 能给大家 拉开一个好的序幕 然后在今年的 整个比赛中呢 能看到更多 精彩的对决 嗯 好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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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